1.福战晋级赛32强出炉 浩文助力东海劳山五连胜 190年五神坛晋级赛 一共有100多个福战队参赛 在经过五轮比赛的较量之后 最终的32强名单已经出炉 他们将和上届的16强战队一起 在本周六参与到190年福战的小组赛当中 本月诗情画意作为种子服务器 没必要打福战晋级赛 浩文空降东海劳山福战队 帮助他们取得了五连胜的好成绩 以晋级赛第三的身份晋级 进入到晋级赛32强的战队中 有28支的战绩都是4胜以上 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东海劳山福战指挥高度评价了浩文的技术 表示文哥很稳 思路很清晰 这一次晋级赛 东海劳山也与浩文的老对手无情对决了一场 并且成功取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浩文因为要补教并没有开号 东海劳山原来的指挥 不得不选择三开打这场比赛 2 孤苏城粉丝的青春 喜狼将回归直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梦幻西游变堂级指挥 90096公辉阿喜狼 将在近期回归直播 从如风的观察来看 喜狼的直播号 最近几日多次出现在自己的直播间 疑似在为回归直播做准备 孤苏城外盘山寺 江南小镇 平头狼 155时代 喜狼以团队大堂和指挥的双重身份 在孤苏城开始了自己的服战之路 2021年4月份 喜狼以团队老板的身份 结束了自己的服战生涯 八冠孤苏城 每一个冠军都与喜狼有关 简单来说 他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 喜狼的这一次回归 是打造175三宫暴力队 还是重组服战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